心经到底在讲什么? 心就是佛 佛就是开悟的自己 每个人都应该点燃心中的黎明 想通生命的真理 成为自己身心的主人 心经是佛陀说法 心经第一段就是 观自在菩萨 形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照见五蕴皆空 度一切苦恶 很多人因而误以为心经 是观自在菩萨对社利子说法 其实所有佛经大都是佛陀 对弟子说法 心经是佛陀对十大弟子智慧 第一社利子说法 众生心生则佛法灭 众生心灭则佛法生 佛教可以说是佛陀 对众生如何正确使用心的教导 人会产生痛苦 烦恼都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心 佛陀透过心经教导 我们如何正确使用我们的心 令心寂灭不生妄想妄念 以达到寂静的智慧彼岸 弟子问达摩说 什么是色 达摩回答说 眼前情境 即是色弟子问 什么是心 达摩说 现在问我的 即是心弟子问 面对色时 心应该如何 达摩说 色不自色 由心固色 心不自心 由色固心 弟子问 怎么说呢 达摩说 外在情境只是纯然情境 没有进过分别 但由于我们的自我主观 身心分辨情境的好坏善恶 外在时空变化情境 内在心时变化心境 无名众生的心境 亦受外在变化情境所影响 现前情境如我们所期待 心情便很顺畅 情境不如预期 心境便坠落谷底 弟子问 什么是明 达摩说 有形情境叫做色 无形的情境叫做明 我们的心受明色所束缚 因此便有基于好坏差别 弟子问 基于不好之时 应如何 达摩说 面对现前情境时 不要以自我的立场生心 便无基于好坏 众生心生 则佛法灭 众生心灭 则佛法生 现前情境便没有所谓的善恶进购分别 也没有心境好坏顺逆 不以自己的心 评断际遇的好坏分别 于是心色两相生灭 没有心也没有色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 一个人不可能两次踩进同一条河流 因为人已经不同 谁也不同 现在的我不同过去 未来的我 新时也随时间改变 人的一生中 并没有一个不变的我存在 因此不要以过去的观念 来评断当下 外在的情境顺时万变 如果我们不以主观分辨 只是随着变化而变化 无我 无分别 无内跟感官 无外尘情境 无所差别 便能达到与万象融而为一的境界 于任何情境 只是整体一生的刹那切片 而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实相 人只能掌握当下瞬间 这样观察 就是觉悟 比丘问佛陀 如何达到涅槃之境 佛陀说 比丘啊 当我们面对任何情境时 让感受只是纯粹的感受 心永远处于无来 无往 无始 无中 无助 无想的不生不灭状态 我称它为新涅槃 比丘说 如何让心不生不灭 佛陀说 比丘啊 涅槃就是心不随情境起作用 心不起作用 不生出苦 无苦就没有苦的消失 这就是心不生不灭 是解脱之道的最高涅槃境界啊 修行即是修心 降伏自己的心 淤尽不生分别 在任何当下 心不生苦乐 心不起作用 三界心境即是涅槃 一修还在当沙弥时 漠然不与独坐参禅 师父微笑着 领他走出寺门 寺外弥漫清新空气 半绿草芽 斜飞小鸟 流动的小河 过了一个下午 师父领一修回寺内 刚入寺门 师父突然亲眼木门 把一修关在寺外 一修不明白师父旨意 天色很快暗了 这时师父在寺内叫一修 一修便推开寺门走进去 师父问 外面如何 一修说 全黑了 师父问 还有什么吗 一修说 什么也无 师父说 外面清风 绿叶 花草 小鸟 小西 一切依旧在煞时 一修立刻顿悟 当初 有位善于观察自我的修行者 医治会到彼岸的方法 进入深层思考 他发现 众生以自我立场 平段线前情境的好坏顺逆 心生爱憎分别 痛苦烦恼便因而产生了 佛陀对射立子说 射立子啊 宇宙中凡事存在必然变化 凡事不变化必然不存在 我们的心也是如此 射立子啊 情境只是意识变化 没有好 坏 顺 逆 进 够 增 减 我们的心要像镜子一样反应当下 不要想它怎么来 怎么去 不要以自我立场去分析眼前情境 也没有所要分析的对象 没有主观想法 眼前情境没有顺逆 内心也没有爱憎分别 如果能达到这种境界 苦无从产生 也没有苦需要消除 身心与当下合一 无所欠缺 也无所得 虽然无所得 但修行者依智慧到彼岸的方法 悟通生命实相 他的心没有挂碍 无有恐惧 远离颠倒梦想 豁然顿悟 过去 现在 未来的开悟者们 都依智慧到彼岸的方法 达到最高觉悟 因此我们知道 智慧到彼岸的修行方法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无等等咒 能除一切苦 是真实不虚的 智慧彼岸的境界 美妙的无法用语言描述 我来歌颂畅勇 去啊 去啊 去彼岸啊 大家都去彼岸 迅速完成开悟多美妙啊 我去彼岸的无法用语言描述